這個時候呢,我們有一位特別來賓 將出現在我們酒吧音樂牆風頭 那經過前幾天呢,我們馬來西亞的粉絲的努力 我們就把這個全面通緝的這個通緝犯 最強通緝犯的這個潘偉柏 抓到了我們節目上面 掌聲歡迎潘偉柏 哈囉,大家好,我是潘偉柏 今天的主持人之一 對,因為呢,今天我的partner嘛 浩敏呢,他就賠了光亮去了 然後找一位帥哥跟我搭 對,然後就讓這個潘偉柏上來 跟我們一起哈拉哈拉,然後在一個音樂牆風頭呢 跟大家見面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呢,其實你有什麼話想對這個潘偉柏說的話 也可以通過這個簡訊的方式 先輸入SD,然後空一個把你想說的話呢 先到33988就可以了 每封XM的收費呢,是50千 好了,我聽說呢,有人去吃了這個肉骨茶 怎樣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好吃,因為每次在馬來西亞都很多的美食可以吃 所以很開心,除了可以跟歌迷朋友們見面之外 然後還有一次還可以吃的好 然後見面也好,你就會覺得很幸福 你除了去吃了這個肉骨茶,你還去了哪裡 我其實沒有去太多地方吧 然後有跟這邊的朋友們約碰面,差不多這樣子 有人說你這金寶的表演很好看喔 謝謝 他說你跳舞跳得非常帥 他叫我一定要轉告給你聽 謝謝,感謝 那今天你在我的節目啊,就當成是這個小Nick的partner 然後等一下回來,我們來介紹一些韓語歌曲給大家聽怎麼樣 可以啊,沒問題啊 對,因為你之前就有跟這個2pm裡面的Nikkon有合作過 他感覺是怎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他人非常好,然後看到他想到年輕時候的我 因為他跟我歲數有差,反正我覺得他非常的客氣 聽說那支MV是6個小時完成的耶 對,因為他那天剛好來台灣來辦演出 就有那個時間,然後大家一起合作 我們就半夜才開始拍 拍到早上回去,很累 但是非常的開心,因為認識一個新的朋友 然後也因為他讓自己寫的歌曲 可以讓更多朋友們去看大聽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多一點的合作 對華語歌壇,跟亞洲歌壇都是好事 所以現在還有保持聯絡嗎 當然有 有沒有計劃跟他出一首歌曲 看了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的話 這個我覺得都有可能 因為我之前有跟李孝麗和出一首歌曲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當然也OK 那這首歌觸動也收入在你的新專輯808裡面 然後除了這跟剛才我們聽過的全面通緝 然後裡面就化身為殺手 其實第一次挑戰這個角色嘛 還是一向來就很想去嘗試這個角色 當然我也想去飾演一些自己沒演過的一些角色 所以殺手,因為這首歌要缺編同氣嘛 所以就想說設定為殺手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這次的改版DVD裡面 有出就是這個音樂電影30分鐘 所以不是持音樂錄帶 電視上看到網路上看到音樂錄帶 可是在DVD裡面是有30分鐘的一個電影 是有劇情還有大場面 是過癮嗎那個感覺 當然過癮 當然過癮 有在拍電影的感覺 你有試過類似拍一些武打動作的場面嗎 武打動作的場面有在拍戲的時候有 電視劇有 所以這個MV拍的時候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啊 包括好像有沒有掉尾牙之類的啊 倒是沒有到那麼,因為不能太誇張嘛 因為其實他是個殺手這樣子 但是第一次等於算是拿槍殺人嘛 還蠻特別的一個感覺 然後沒有太多對白 因為殺手不太講話 所以你覺得這個殺手他的內心到底是在想什麼的 殺手其實我覺得殺手的內心其實是很 我覺得有一點矛盾啊 他非常的,他以這個為生嘛 他靠著謀生 但是他內心一定很多的罪惡感 罪惡感的同時很孤獨啊 因為你等於不存在世界上 所以你當演這個殺手的角色的時候 你是怎樣去詮釋 有沒有用一些表情啊 還是一些動作 殺手不需要表情 就冷冷酷酷這樣子 好,那回來後我們就繼續為你分享一下 今天潘瑋柏的事情啦 OK